台湾很不够 激烦来袭 零下70度的超低温 无数人死于莫视天灾的 尿比天灾更恐怖的是人心 上一时 我不舔了两年的绿茶为了抢夺我的物资 又有被银具穿死 将我的物资一扫而空 最后连我的尸体都被他们看似殆尽 人是我杀的 得我先挑物资 行 不过他身上的部位我得先挑 说好了的 他的胳膊归我 我要烤着吃 大腿我要了 我要个肉包上一个肉糖喝 你们这群畜生 我重生的第一秒 看见一个身穿玉袍的女人站在我面前 你是李柔 要是上一世 我看见如此美人甚至都不敢回头看她一眼 可如今重回一世 什么美人在我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因为莫视将在一个月后降临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吞物质 青霄 你干嘛偷看我 呵呵 我偷看你 这可是我家 我把你都不为过 在李柔的影响里 我是个胆小如鼠的人 因为上一世就算他喝醉就躺在我怀里 我都不敢碰他一根毛 所以他才敢在停水的时候来我家借用浴室 上一世我可怜你 借给你不少食物 而你却向外头我有不少物质 害我被拿去人渣残忍杀害 虽说你没有直接参与杀害我的行情中 但你这大嘴巴的毛病也必须承受相应的后果 不但是你还有绿叉里灵和恶毒的邻居 这一事 我要让他们在比我强烈百倍的痛楚中死去 哈哈哈哈 我不管 你非理我 我要报警 没等他说完 我拿出手机卡卡卡的拍了几张照片 利柔 你也不想全网的人看到你这眼罩吧 哦 利柔看我的脸色和从前大不一样 感觉变了个人似的 心中一颤 鸡毛灰溜溜的跑了 哼 你给我等着 嗯 经常重生的人都知道 在末世生存每个空间能力 根本活不过三天 我也不例外 重生后我也获得一个可以自由存放物资的随身空间 这个空间一眼望不到头 巨大到无法想象 只要我通过一念 所有单独存在的物体我都可以轻松收入其中 比如电视机 集装箱之类的 还有一个多元模式就要降临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吃饱喝足 享受人间美味 最后 我跟一脚游们来到了五星级酒店 这家酒店可是最低消费十万元才有资格进入 都快模式了 该画画 一个月后再想吃也没有了 先生你好 几位呢 我有预约 心情 原来是秦先生 您这边请 不远处 因为面容精致穿着广鲜亮丽的女生和闺蜜正谈论着这里 玲玲 你看啊 五星级酒店 据说好多国外的外交官都来这吃饭呢 轻轻别看了 再看也跟咱们没关系 此女正式蓄灵 原本以为是最信任的人 上一时花费数十万天堂 给她买过不少名牌包包和化妆品 还经常请她们吃饭 可到最后连她的手都没磨过 还在漠视中参操她的毒手 你快看 前面那个人是不是经常追你的那个田狗 谁啊 怎么可能 秦萧这田狗我可是知根知底的 它最多几十万的存款 它怎么舍得来这种地方吃饭 灵灵 你说秦萧会不会其实是富二大 她父母留给的钱远不止几十万 你说的也有可能 她父母给她留下了价值几百万的房子 存款多点不稀奇 我们就在这等她出来 待会假装和她偶遇 以她对我的喜欢程度 我随便勾勾手指头 她就像条狗一样为我消费 待会我们去高档场所狠狠地在她一波 我坐在安静奢华的包间内 看着穿着黑丝气泡的服务员妹子 一道一道的把菜摆在了桌子上 街上 这是宁典的三花蒸叶 春色满园 苍黄养生汤 这是宁典的豹制海参鸡鹅 珍珠地王蟹 跟雪鱼卷 九转大肠 待全部菜上完后 我直接开始狼吞虎一样了起来 别说 价格摆在着 吃着就是不一样 好吃 接下来 我要开始我的摩饰计划 吞物质 打造摩饰安全屋 武器等等 缺一不可 随后 我便走出了饭店 快看 晴霄出来了 这不是晴霄吗 这不是凭借着自己的信任 在摩饰杀了我的绿茶许玲吗 真想现在就把这个令人 做我的家伙干掉啊 行 晴霄 你好可怕 许玲被我看了一眼 顿时喊猫树立 说话都有些结巴了 有事 在摩饰前让对方死掉 简直太便宜他了 必须让许玲见识到 极寒摩饰的残酷 让他在绝望冰冷无处中 折磨的死去 晴霄 我们刚看见你去那里面吃饭了 你不是说你父母没留给你多少钱吗 这里吃一次都要十万块呢 你以前肯定在骗我们吧 看着他俩的模样 简直就是找到了冤大头一样 晴晴 闭嘴 说话前能不能先过过脑子 凡事都要讲究循序渐进 等本姑娘把他掉牢 买什么东西还不是我一句话的事情 你上来就暴露自己奔着人家钱去的 再傻的舔狗也会警惕啊 丁晴轻一会儿 到了许玲的意思连忙脚变着 我 我就是随便问问 晴霄不要放在心上啊 你们两个拙劣的表演 真以为我看不出来吗 还想再花我的钱 你们就想吧 我绝不可能再给你俩花一份钱 晴霄 我们可是在外面等了你半天哦 站得我腿都累了 你是不是该请我们去喝杯奶茶呢 你把自己拿双白白的腿量出来 用双手在上面轻轻按着 似乎是想用美人机勾引我 先喝奶茶 再去购物 晚上还能去吃顿豪华大餐 今天不花你个十万块钱 你别想离开 可他不知道的是 现在的我早已不是当初的那个天狗了 对于眼前这个绿茶 我心里只有反味 一想起这个绿茶就犯恶心 还敢和我说从来没谈过恋爱 在别人那里就是几千块亿万的公车 在我这里却装的白莲花 连手都不给我摸一下 我最近有时走不开 下次有机会再请一门喝吧 我果断拒绝了他们 但不介意给他们留点念想 好啊 那就下次吧 许凌甘丁轻轻力听我同意了 顿时兴奋的茶点光起来 满脑子都是花着天狗的钱去光天就地 可他们哪知道我是会在一个月后降临 到时候谁还会出来潇洒呢 给我来十箱泡面 十箱自热火锅 十箱零食 肉罐头 火腿上通通给我来十箱 为了试验空间的能力 我以超市老板的身份 听过了一车屋子 小区的人看了多大吃一惊 不 这不是情消吗 买了不少东西了 这位大马是小区委员会的 在末时降临后 就靠买惨从我那里偏走不少食物 而且在众人破门而入时 他也丝毫不惦记我帮助过他 而是在众人后面加油助威 在搬东西的时候 发现王大马偷偷从车厢里 提走了一大项食物 这位大马 请不要动别人的东西 圣偷 莫世界 借动啊 王大马见自己被发现 气得他开始当场刷破 哎哟 现在的年轻人一点也不懂得尊老 大马我腿脚不变 家里也没东西吃 借点食物应急怎么了 大不了我掏钱买 难道你们要让我一个老人活活被饿死吗 不愧是居委会的 胡脚蛮缠起来真是一套一套的 上来就把自己塑造成弱势群体 站在道德制稿店上抨击他们 年轻的小伙哪见识过这场面 直接就被大妈一套给搞蒙了 吓得远离好几步 东西放下 王大妈听见我的怒吼 急忙都吓东西 见自己买惨没用 直接不装了 行箫 你给我注意点 以后别有事落在了我手里 再不滚 我就报警说你偷窃 王大妈气得不行 妈妈咧咧的走了 想站在道德制稿店来抨击我 你也配 不过没必要和一个将司之人计较了 等所有的物质都放好好 我开始实验起了自己的最深空间 一翻下来 收获不少 空间果然是无限的 并且存放和拿出物品都十分便捷 他甚至可以把装着食物的一整排货架 直接收入空间里 他发现的最重要的一点 便是空间内的时间流逝是恒定的 打开一碗自热米饭 放进空间不论多长时间 他依旧是刚放进去的温度丝毫不会变化 这代表着 他可以放进去长吨的新鲜蔬菜与水果 还不用担心保质期的问题 或许我可以提前订过一些现成的食物 比如烧烤快餐或者酒楼里的酒席 这样模式降临后 我每天都可以吃到现成的热乎饭菜 可惜的是 空间并不能存放火物 不过就屏幕前无限的空间 与强大的存取物品功能 就让我已经很满意了 我从各个网贷平台 疯狂申请了一百万贷款 然后来到全球最大的福利财票中心 老板 按照这组号码 给我买一百万元 疼吗 一百万 支付宝道账 一百万 重生后的我深知这组号码 在两天半后 会给我带来五十亿元的收入 并且一分钱的税都不用交 因为我买的每一注的奖金 都刚好钱在四千九百九十九元 两天半后 我买的一百万开奖了 支付宝道账五十亿元 成为一万富豪后 我第一件事是在小区内偷偷买下了一栋楼 秦先生 这是我们小区仅剩的一栋楼 而且全是顶级装修 废话少说 多少钱 两个亿 最快交易时间为一个月后 我给你三亿 现在立刻马上帮我办理手续 一小时后我就要所有使用权 卧槽 什么 三亿 这是什么神号 秦先生 你放心 一个小时后必定帮你办好所有手续 末世后 我深知兼顾的安全屋是多么的重要 因为上一时 不少人为了抢毒物质 口门而入 杀人灭口那都是常识 喂 秦先生 你好 我就是接电话的神盾安全集团经理 我叫赵小 打造末日安全屋 我们就是全球最专业的 就是这栋楼 从内到外都要彻底改造 你有什么要求吗 墙壁要全部加固替换 一丝缝隙也不能留 大门得是银行金库级别的安全门 窗户采用了世界上最好的防弹玻璃 通风系统加装空气过滤功能 可以过滤任何油害气体 同时保暖系统也不能少 全屋加装只能加剧系统 可以实施兼实物内外的状况 秦 秦先生 这么大的工程量 最低花费起码要超过十个亿 而且需要耗费很长很长时间呀 我给你一个月时间 你没开玩笑吧秦先生 这不是改造一个小房间 而是这一栋楼 除非得加钱 加很多很多钱 说吧 一共多少钱 这起码得十五亿 我给你二十亿 不够在家 一个月后我必须要延收成品 卧槽 好的 秦先生 即日起我立马安抬 合作愉快 末世即将降临 现在的我根本不在乎多少钱 随后 我来到全球最大的饭店 原因是我只想在末日降临后 每天都能吃到热乎的饭菜 老板 按照你们办酒席的最高规格 给我定制一千份 老板看我穿着普通 你为我来闹事 哪来的傻逼 哪老子群开心 看金管 我二话不说 直接对着前面的二维码 支付宝到这 第一千万 卧槽 老板 呃 爹 对不起 我马上安排 两天后 按照上面的地址给我送来 并且保证送到后 每一份都是热乎的 随后 我便来到了全市最大小吃街 烤羊肉给我来一万份 烤牛肉给我来一万份 随后 我在各个店铺分别订购了烤猪肉 金针菇 标子等等一共十万 支付宝到账 一百万元 统统在两天半后 送到我指定的地址 在末日生存 仅靠这些食物是完全不够的 比如一睡 生活用品 也 武器等等 也并不可少 但我并不着急 因为我知道在靠海的港口 每个月都有千亿元的物资 要运送至小日子那里 在末日到来的前一天晚上 太阳黑子爆发形成的电子埋充会 导致全球卫星系统暂时瘫痪 倒是再利用自己的空间能力将那里洗劫一空 等末日降临 饿死的也是小日子 就当为国做贡献了 时间很快来到两天半后 我买下的豪华别也开始装修 同时订购的酒席 烧烤通通渡往小区里送 小区的邻居哥哥看得么笨口袋 我劝 秦孝这是要结婚了 订这么多酒席 这得好几百座了吧 太壮观了 能花上百万订这么多酒席的 实在太有实力了 哈哈哈哈 真是败价 订这么多酒席有啥用 最后还不是全得浪费掉 就是啊 现在的年轻人一点也不知道尊正实物 对于这些愚蠢的家伙 秦孝才不在乎 所以并没有继续解释什么 但是在一旁围观的徐林 听见了众人嘲讽的一番话后 却不由得有些奇怪 秦孝是不是知道些什么消息呢 最近我也在手机上 看到过不少各地发生灾难的消息 尤其是这几十年隔壁小日子 排放了不知多少盒废水 导致岛上酸雨不断 秦孝 难道你从哪知道了什么消息 所以才订过这么多吃的吗 许玲还装作害羞的模样 微微扭过了小脑袋 露出了她那雪白的脖梗 在许玲看来 自己略施小级 就能把我迷的神魂颠倒了 殊不知我早已把她的绿茶行为看透了 哪有啊 这些酒席是我一个富豪朋友订的 她结婚用的 真的吗 那上次你自己去酒店吃饭 你在超市囤零食的事情 你是说那两件事情啊 酒店是我朋友请我去吃的 就是为了这次用仓库 我自己可没钱去那么贵的地方吃饭 听见我亲口成人 许玲对我可能是富二代的幻想瞬间破灭 她的脸色不太好看 可还是把脸上的表情控制得很好 你不要多想 我问这个问题纯属是好奇 没有其他的意思 许玲作为一名合格的绿茶 肯定不会犯这种小错误 毕竟以后她还有需要舔狗们帮忙付钱的地方 想从我这里知道末日即将到来的消息 那绝对不可能 到时你就登死吧 登所有屋子都放仓库后 我便把所有的东西都都收进我的空间 时间很快来到末世降临的前一天 我的安全屋已改造完毕 这时候天空已经出现日式 人们以为只是自然现象 而我已经来到了港口的码头 等到太阳黑子爆发的时候 我就利用我的空间能力 将这里的千亿屋子洗劫一空 随着太阳黑子的爆发 人们陷入恐慌 而我却丝毫不慌地收集整个码头的集装箱 是降临的第一天 外面的温度已经降到了零下三十度 而我却在安全屋内吃着烧烤喝着小酒 今年的冬天来得也太快了吧 没记错现在好像是六月份 太见鬼了 外面下着好大的雪 气温零下二三十度了 看着情况 估计明天雪会很厚 路都走不了了 两个半小时过后 气温即将到零下五十度 这种恶劣的天气 雪伏引起来 此时我的手机被各种信息刷屏 什么安静群 同时群 小区的主群 都在抱怨着天气实在太冷了 完蛋了 今晚也太冷了 我睡到一半给我阴声声冻醒了 我穿着五层衣物 盖着两层被子还是动了八斗 空调根本用不了 温度太低都被弄坏了 妈的 我没买冬天的衣服啊 而我不急不忙 舒舒服服的躺在我的安全屋的被屋内 第二天一早 我一看手机有几十个位接电话 都是绿茶许玲打来的 此时的许玲被低温冷的瑟瑟发抖 秦萧之前肯定是提前知道了什么 又是吞水又是吞食物的 却是什么也不肯告诉我 此时许玲又打来了电话 唱唱跳跳热 音乐 我倒要看看你这个绿茶香搞什么 哼 秦萧 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听到他质问的语气 我二话不说直接挂断了电话 呵呵 上一时是笑脸给多了是吧 哪来的脸用这种语气对我说话 此时的温度还在急速下降 各方媒体都纷纷报道 昨晚一股强烈的冷气流洗卷了全球各地 导致气温出现了剧烈的变化 各地普遍温度都低到了零下七八十摄氏度 专家称这次降温不会维持太久 请居民们不要恐慌 尽量待在家中做好保暖 具体原因专家表示正在调查 如果没有必要尽量不要出门 官方会妥善解决问题 请大家不要轻信谣言 不要传播谣言 更不要轰抢物资 相信我们 雪崽很快就会过去 看到新闻的报道 我不由得笑出了声 谁行谁傻逼 谁要是听了专家的话 乖乖待在家里不出门 哼物资 最后就等死吧 这时手气忽然响了 我拿起来一看 发现正是许林那个绿茶发来的消息 齐霄 你在干什么呀 不理人家 刚才还挂我电话 呜呜呜 外面雪太大了 没法出门 我家里没有多少吃的 你能不能借我点 做咱俩是一个单元的 逼得最近 一想起 上辈子就是因为 欣然把这个绿茶绑进墓里 才导致自己被全人砍死的 许林还跟着嚷嚷 要各自激动包糖 对于你这种绿茶 我不但不会给你一点帮助 我还得好好歇怒你一番才说 说完点发了一张 正在吃牛排的照片给他看 许林和清清看到这一幕 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哇 齐霄过得竟然这么舒服 就是法国路易红酒 要好几天一瓶呢 哇 齐霄真的好有钱 吃的还是牛排 灵灵 快让秦霄给送点过来啊 我也想吃高级牛排 不用他说 许林就已经飞快地 在键盘上打起了紫 哦 真好呢 秦霄哥哥 人家也想尝尝牛排的味道 看见这条消息 我不由放下手机冷笑了一声 就你那点小伎俩 无非是撒娇卖 才想让我送火上门 要是放在上一时 说不定我们真就过去当天狗了 可惜今时不同往日了 你其实可以学学古人的智慧 独有完美之客 你可以往牛排冲击吗 看到消息后 许林不由咬紧了呀 切得不行 秦霄什么意思啊 不想给就只说 非让我学什么古人的智慧 秦霄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现在正好是你可以表现的机会 你还不赶紧抓住 你把食物送过来 我一感动说不定就答应做你女朋友了呢 你很喜欢我的对吧 看到许林发来的信息 同时还附和着一张照片 我不禁笑了笑 就你身上的那个紫色 还想勾引谁呢 一说到照片 不禁想起了隔壁的狸肉 那身材 没记错的话 再过几天 狸肉家的食物好像就撑不住了 倒是吼 许林看着半天没回复的手机 心里还是得意 秦霄肯定是看呆了 说不定还在对我照片做什么坏坏的事情 秦秦 我们就等着那田狗主动送上食物来 毕竟她对自己的魅力可是很有自信 殊不知 我的注意力早被林家太太给吸引跑了 群里忽然刷屏的消息吸引了我的注意 打开一看 原来是局委会的王干妈在滔滔不绝地教训这种人 大伙乖乖在家待着 没事别出去给我官方添乱 尤其是那些想捧物资的注意了 都给我老实点 雪崽很快就会过去的 就是一场小降温而已 再忍一忍几天就过去了 现在谁要不服从指挥 轰抢物资导致物价上涨 等雪崽过去了 我一个个把名单举报给上面 造成的后果自己承担 他这反话说得很重 并且很心机把他们局委会跟官方绑定在了一起 不少胆小的就被他给忽悠住了 但是还是有些人表示抗议 王大妈 外面像那么大的雪 一时半会估计都停不了 我们谁都不想这时候出门 但是家里没有食物怎么行啊 对呀 难不成让我们饿死吗 我们不买 别人肯定会买 王大妈见有人不服从管教 立马加重了语气 我们局委会会想办法帮助大家渡过难关的 大家都不要担心 你们这个时候跑出去 就是在给我们添加不必要的麻烦 让物价上涨了 大家以后买东西都得多掏钱 谁要是偷偷跑出去买东西 被我给发现了 小心我向上面举报他 望着王大妈这一场转发言 好像自己真是什么重要人物一般 指挥其他业主做事 其实他就是个皮大点权利的局委会大妈罢了 现在虽然雪下的很大 可却是极寒末时降临的第一天 外面的鸡血也还没有太厚 是最后出门的黄金时间 而且各个潮市里应该还有存货没有买完 挖着大雪的话能抢到仅存的一点物资 再拖下去可就真的什么都买不到了 王大妈这山子做主的行为 与一番扣毛子的威胁恐吓 顿时让许多抱着侥幸心理的人 乖乖地待在了家里没有出门卖东西 忽然群语王大妈爱特了我 把毛头对转了我 情消啊 前一阵子我记得你家就存了不少食物 现在这个雪崽情况 你更不能胆头坏规矩 知道吗 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 也跑出去被魔鬼发现了 到时候王大妈可不跟你讲前面 看见对方这段话 我看着手机的脸部有有些猛逼 这个老傻逼 我都没在群里发言 你是脑子有毛病吗 飞着我的不快 肯定是上次王大妈想偷拿自己那袋零食 结果被我当面拆穿 所以一直记恨在心 现在才会在群里挨克我 王大妈 外面下那么大雪 多久会停睡也不知道 万一持续好几个星期 其他人家里没了食物怎么办 你能对他们负责吗 我的话一发 顿时引起了许多业主们的赞同 王大妈 秦霄说得对啊 我很同意他的话 万一到时候我们没食物吃 可以去你家要吗 王大妈 别装死啊 快回话 可王大妈开始慌了 因为质疑他的人实在有点多 这让他不永有些着急 这么下去的话 自己平时树立的威严形象可就全没了 都怪秦霄 王大妈钻尽全高 心里开始痛恨起了 我在群里反驳他的行为 你有什么事不能私聊吗 发出来让所有业主都看见了 我的老连往哪里放 大家放心 我可以代表居委会很负责的说 实物物资什么的 是绝不可能缺的 血袋很快就会过去的 相信居委会 相信官方 行销 你不要在这种情况下 发布一些蛊惑人心的谣言 你的行为是违法的 我已经截图了 在家里被冻着色色发抖的王大妈 拿着手机咬牙切齿的打着字 直到把消息发送出去 他才愤怒的妈道 秦霄真是个狗东西 敢不把居委会放在眼里 回头非得把他弄进去喝茶 我记得林大妈的侄子就在系统工作 秦霄 我会让你知道惹我的后果 我笑出了声 王大妈竟然还用截图威胁我 怎么 想举报我造谣啊 可笑 有本事你就向上面举报 看看有没有人来抓我 都什么时候了 还仗着自己拿屁大点的权利 在大伙面前耍威风呢 实在是脑子有病 哎呦呦 王大妈你可别这么说 我胆子很小的经不起下 外面学那么厚 你就是逼着我出去 我也不会出去啊 你们不用管我 挨杂杂的吧 我的屋子都吞了几辈子的了 脑子进水了 才会冒着这么大雪 零下七十度的潮顶门 跑去潮市跟别人抢那几包泡面 只可惜 那些新的王大妈学在 很快会过去的业主们 算是到了大妹 在未来持续不知多久 几寒果之处 每天都会有无数人被冻死了死 不过这些都跟我没关系 要是上一时 那些禽兽邻居们被冻死 我绝对会拍手称快 甚至弄个大餐请注意下 不会又是许玲那个绿茶吧 懒得理他 我拿起手机 以看法消息的人不是许玲 而是被住者 隔壁的大来来人气 是李荣 末世降临的第二天 温度降到了零下七十度 隔壁王大妈的儿子 想仗势欺人 没想到被我废了当太监 所有人 为了保证通往外面的道路 可以正常行走 不被大雪冻住结冰 影响后续业主上班 现在需要部分人 带上工具 下去清理路面 落天 于大海 汪萍 我演道明的这些人 现在马上下去扫雪 现在的天气情况 扫雪根本无济一时 只是王大妈 想报复我的想法罢了 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外面雪太大了 打扫根本就是浪费时间 至少也得等雪停了再说 我这一番话 引来许多心中不满的 叶祖赞龙 就是啊 下那么大雪 气温又低的不行 出去就得被动成冰棍 不如就一琴笑说的 等什么时候雪停了 我们再下去打扫吧 王大妈没想到 自己的报复计划 这么快就泡灭了 看着其他人赞通的回复 他小人得志的嘴脸瞬间愤怒起来 你们这些人是怎么回事 什么都听秦霄的 到底我是居委会的 还是他是居委会的 秦霄 我让你们下去扫雪 是为了大火好 这是关乎整个单元业主的利益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自私 怎么 让你为大火做点事情 就这么难吗 你的小算盘打得真小 竟然拿整栋单元业主的利益来要我 让其他业主认定我为自私自利的人 王大妈 说起为大火服务 你身为居委会的干部 岂不是得做个榜样 发扬贯彻组织精神 带头下去扫雪 没了你这个剧种若情的干部 大火就算下去了 也无法团结在一起 把金网一处使啊 此时的王大妈被气得直瞪眼 手机差点都扔出去了 秦霄 这个狗东西真是伶牙俐齿 王大妈本以为拿捏住我了 没想到被我反将一句 秦霄 我以居委会的身份命令你 现在马上带好工具下去扫雪 你敢拒绝就是违抗组织的命令 等大雪过后会被请橘子的 警告你 后果自负 不要让我说第二遍 现在大雪杠下不久 社会秩序依旧保持稳定 大家都以为雪崽迟早会结束 所以许多被点名的业主虽然不满 但是爱与他居委会的身份都不敢反驳 这个狗王大妈 屁大的权力天天在那指挥来指挥去 真以为我们好欺负的吗 要不是你儿子是个混社会的狠人 平时忌惮你三分 不然骂你个狗血领头 虽然这些业主在群里屁 也不敢放一个 但在我眼里王大妈狗屁不是 包括他那儿子 王大妈 你入戏还挺深啊 我怎么不知道 居委会有这么大能耐 有本事你现在就报警抓我啊 今天这雪我真就不骚了 还好果自负 真把自己当根葱了 好笑 面对我赤裸裸的嘲讽 王大妈起的直接把手机都摔了 那些胆小的业主 在暗地也派手称快 终于有人出来给他们当罪踢了 说得好呀 卧槽 秦孝 你真是我偶像呀 正当所有人以为事情 就这样不了了之的时候 便不发声了 秦孝 你他妈是想死了是吗 马上开着视频 给我妈跪下道歉 不然老子上去砍死你 小心翼出 群里进入寒蝉 其他业主都非常清楚 王府的痕迹 害怕的不行 但对我来说 他就是个捆巴而已 你算了什么捆巴东西 有胆就上来 还让老子下跪 我去年买了个表 我骂完一头头 顿敢唱快无比 说啊 这随心所欲的感觉 真令人着迷 有实力后底气严足 曹他妈的 秦孝这傻 逼真是胆子肥的 我今天飞上去弄死他 王府狠狠把手机摔在地上 拿起菜刀 就气势熊熊的往门外走去 王大妈见状心里遗产 大富啊 把人打一顿就行了 你可别激动 真一刀把他给砍了 那可是会蹲大脑的 放心吧 妈 我有分寸 卧槽 你们知道吗 我刚刚从猫眼看见 王府拎的菜刀进电梯了 他不会要去找秦孝算账吧 卧槽 真的吗 这下秦孝完蛋了 不会出人命吧 我听说王府可经常在社会上混 下手挺狠的 群里的业主纷纷议论着 都在说我这次遇到了硬茶子 不少业主都在群里劝我 让他颤着人还没过去 赶紧拍视频刻头认个错的了 此时的许玲看到消息 忍不住开心的消道 秦孝惹到大麻烦了 这下估计有他好伙子吃 哼 让你在我们面前端着架子 让你拍牛排诱惑我们 让你不给我们送吃的 被教训一顿也好 到时候本女神略微关心关心 他岂不是得感动得稀里哗啦 乖乖把食物送出来 很快我便通过监控 看到王府提着刀来到我家门口 既然你要来送死 那我便成全你 于是我在空间里拿出了把衬手的武器 此时的王府一边看着门一边骂道 秦孝 草泥马的给老子出来 王府把刀看断了 但我的门却丝毫没有一点痕迹 这宽把破门是用铁做的吗 这么严 不信邪的他 直接手腿开始踹了 咚的一声门响 就跟踹在一块铁疙瘩上一样 门门撕不动他的脚差点故事了 草泥马的 真头啊 马勒戈壁的请销 我草泥马 你个缩头乌龟 只敢躲在家里面不敢露头 我看你能躲到什么时候 你马勒戈壁的 慎怒的王府只顾着咱们 却一点也没有发觉 自己已经被人用鲁剑瞄准了 要是直接干了他的话 是不是太便宜他了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王大妈好像至今都没包上孙子吧 要是我把他儿子废掉 他的反应一定很精彩 既然对方那么想包孙子 那我就直接让他断字绝损 从根源上解决念头 一阵微小的破口声传来 锋利的鲁剑 直接从王府双腿中监管传而过 带出了一丝血迹 没等王府反应过 他就已经变成一个太监了 这才是中国最后的太监 鸡汗末是降临的第五天 社区开始陆陆续续断水断电 隔壁的眉眼少富贵的食物 和我联系阿威18世 饿了几天的李柔在出轨等出饭着 竟然一点都没有了 伊琳 你这个混蛋 竟然把仅剩的一点食物都挥霍光了 李柔怒气重重的来到他的房间 你难道不知道 这是我饿肚子才省下来的吗 你竟然一点没剩 自己全煮了 面对李柔的怒火 正在玩着单机游戏的鱼灵 倒是表现得毫不在乎 烂死了 你吼辣妈大声干什么 没看见我正忙着吗 李柔回忆起以往的种种事情 对眼前的丈夫尽现失望 你整天就是玩 要不然就是出去喝酒 回来有事没事就大发脾气 耍酒疯自私自利 有没有在乎过我的感受 鱼灵满不在乎的说道 你气什么气啊 你之前不老跟对面那个小子没来眼去的吗 找他借点吃的不就得了 什么没来眼去的我们关系很正常 现在大家都被血栽困住了 食物想买都没地方买 万一他家里吃的也不多怎么办 反正你耐自这么大 去诱惑一个纯情小出男还不简简单单 不行你就吃点亏 让他摸一摸 然后把食物全骗走 一点也不留 到时候我让秦晓反过来闺朽我给他吃的 然后狠狠地羞辱他一顿 听到这话李柔起得浑身颤抖 你是不是疯了 哪有让自己老婆去出卖身体 趁机报复别人的 此时的李柔 难以执行着你天话 竟然是从自己老公那说出来的 你装什么样 真以为你是什么纯情少女吗 被吃点豆腐又怎么了 对了 记得别跟他争作 动作快点 饿饿了 此时的李柔算是彻底看清了于林的真面目 自己全心全意的付出 但对他来说 自己只不过是件廉价的商品罢了 好好好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我同意 于是李柔便出了门 对于囤了千亿无子的我衣食无忧 过我的美滋滋 突然门外传来乔门声 通过监控看到原来是隔壁的李柔 上一时 我可清楚是因为你透露出我家有大量的食物 引来了许玲与那些禽兽邻居们 让我死于众人的斧头之下 人气小姐 是时候让你偿还上辈子的债务了 秦霄不会还在睡觉吧 怎么我敲了半天门 里面都没反应 我不一用延缓之计 在李柔敲了七七八十一下门 我才慢慢的走到门边 李柔 你来我家门口做什么 秦霄 能不能先让我进去 外面实在太冷了 进来是可以的 不过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也知道前两天我差点被王府伤到 所以不得不妨 如果你想要进来的话 必须先戴上这个才行 随后我便从空间里 取出了一个象圈扔了出去 这个象圈的功能不用我说大家都懂的 一旦戴上后 他便会为我是从 李柔看到象圈开始时 有些犹豫 随着寒风萧萧加上饥饿奶奶 他只好我迈的戴上了 一阵细小子便流化过身体 让李柔焦躯一颤 嘴里发出了焦横 这是我在确认像圈有无故扎 停 进来吧 进门后 我便对李柔进行全身进行仔细的检查 以防他带了武器杀的 李柔看了我屋里那么难和满桌的食物大吃了一惊 说说吧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 我就是想来借点食物 李柔太太 你也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 食物的珍贵性不用我多说吧 我知道 我可以出钱买的 不会白拿 他的思维 还停留在模式前 以为这场席卷全球的暴雪会在一段时间后退去 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哼 请 呵呵 你知道我这壁户所花了多少钱吗 十几个一 你认为我会在乎你拿点钱 李柔不禁颤抖了一下 不要钱 那你要什么 哥 不行的 我是有老公的了 鱼灵那个废物 我没猜错的话 是他让你过来借食物的吧 还让你再色有我 尽可能多骗点食物吧 嗯 他回忆起出门前 鱼灵对他说的话 犹如一把奸人狠狠扎进他的内心 鱼灵的所作所为 以及把自己当作交易品的恶性模样 李柔太太 不妨告诉你吧 这场暴雪不是你想的这么轻松 几天就过去了 如果你还回去 不出几天 鱼灵那废物道时 也会将你埋给几个大汉 到时我可不会第二次伸出援手了 你想清楚了 鱼灵动作一顿 攥着拳头陷入了挣扎 鱼灵都让自己做这么混蛋的事了 我为什么还要考虑他的感受 好 从此我跟他一刀两断 以后我就听你的了 你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 于是 他便跟我进了房间 练起了阿威十八诗 两个半小时过后 怎么感觉心慌的厉害 话说里头去的有来小时了吧 这天都快黑了 怎么还不见回来 鱼灵左思右想 决定去我家看看 主要是到饭店了 他饿得慌 李柔不带食物回来 他今晚就得一只饿肚子 卧槽 这鬼温度 起码零下五六十度了吧 冻死人了 他敲了半天门 却没人回应 他妈的 李柔这个贱人 借个食物把人家消失了 敲门都不给我开 卧槽 他不会跟那畜生在床上打架吧 说着便拿起手机 给李柔拿了食品电话确认一下 开接啊 开接 玉灵将近的在屏幕前等待着 从未觉着等待接听的时间如此乱吵 过了两分半钟 纳头终于传来了画面 老 玉灵 你找我干嘛 老婆 你在干嘛 脸这么 刚才我敲门都不开 玉灵没发觉自家老婆的状态不对 而是生气的只问道 谁 谁是你老婆 随着一见 两件衣服盖住了手机镜头 玉灵终于慌了 老婆 老婆你怎么了 你之前明明答应我不来真的 快回来好吗 我不要你借食物了 黑漆漆的画面中 立罗再也没有回应他 秦晓 你这畜生给我等他 我要把你碎尸万段 好 鸡寒降临的第六天 店里只能维持国家重要设施 每天每户只能通电一小时 社会秩序开始混乱 真正的摩世降临了 王大妈作为居委会的内部人员 首先接到了重要消息 整个人都吓傻了 莫 莫世 真的来临了 妈 发生什么了 你脸色这么难看 我刚刚从内部群里看到了重要消息 现在全球都在降温 根据官方的说法 这是一场堪比史前灭绝的大灾变 救援根根管不过来 末日来临了 听到此消息都忘符合于娜娜瞬间惊慌 妈那怎么办 我们家的食物这么少 不出几天我们就得饿死了 你们俩配合我 从别人那里挨家挨户的哄骗收集物资 妈 这 这样不会犯法吗 犯法 从今天开始法律将不复存在 接下来的日子能活着都不错了 你还有心思管别人 妈 我支持你的做法 趁着那群业主还没反应过来 咱们能骗多少就骗多少 说完 王大妈开始了他的计划 所有人 大家请放心 停电停水只是暂时的 专业人员已经开始抢修了 官方下达了最新通知 要求我们居委会在这个非常时期 对小区的业主进行妥善管理 将所有物资收集起来进行统一分配 希望各位业主配合居委会工作 水感违抗命令 妨碍组织的工作推进 事后警方会将人直接待 怎么这样啊 大家都缺水缺食物 还停电 官方不想着怎么安抚 竟然还对我们失忆 不少业主心里都非常不满 但是因为现在事态非常不稳定 王大妈又把官方挂在嘴边 所以业主们也不敢反对他 第二天 王大妈在此以组织的 名义恐吓小区的业主们 在王大妈不断的威胁恐吓下 一边在群里散布官方谣言 一边私底下诸葛鸡棚 真的就有不少业主们 乖乖地省交了自己的事物 王大妈 你辛苦了 呦哼 这不是大明星白亚吗 他竟然在我们这个小区 等社会之虚乱的那天 我非要好好玩玩你 王府虽然没了男人的底气 但他却依然想靠其他方式 来好好地享受一下 这个高科班的大明星的滋味 对方的少人也是留了信念 纸上交了一部分 家里另外还藏了一部分 我家就只有这点食物 多的没有了 还有一些比较聪明的业主 优先考虑的十字家食物够不够 所以不管对方如何威胁 都闭门不理睬 哼 我告诉你 你敢违抗组织的命令 等着进局子吧 我都去刀没刀吃了 你来来呀 关 另一边遇运了 找到了会被社会的狠人等你 据说他手底下还养了几十号小医 吐哥 请消那小子家里物资数不胜 如果你肯帮我报仇 我不介意借礼都给你满两天 听到他的消息和条件很是满意 他本来只是想抢个物资 没想到还顺带个美女 哟 可以呀 你小子可不去反悔 说完 他便给我发来了消息 秦消 听说你很牛逼啊 竟然搞别人老婆 你给我十分钟内把人放了 再把家里的食物分一半出来 我可以当作无事发生 要是不照做 或者耍什么小心思 小心我他妈弄死你 别以为换了扇破门 老子就没办法了 我看了消息 不由笑道 你一个小小的混黑废物 一般人可能会怕你三分 在我眼里你算什么捆吧 你算个捆吧 还真以为自己是个东西了 在我眼里 你就是个无比废物的社会杂碎 你在走就什么 你在走就什么 我只觉得非常痛快 果然对于这些人家们 还是以保之暴来的爽 等出他的消息在门里面 甚至动个杀星 秦消 你麻辣个闭的 我看你是活腻歪了 给老子等着 说吧 他和玉林拿了把大锤雾气冲冲的来到了我家门口 你给我狠狠使劲的砸 随着不断的敲击声 我 有一次痕迹 反观玉林 偷的嗷嗷叫 胡哥 敲不动了 邓兔剑门一点事都没有 不由其地骂道 鱼 鱼 鱼林你是个娘们吗 给老子十点进 胡哥 胡恩啊 一天多没吃东西了 真的没信了 一个废物鬼一边去 让老子来 邓兔眼神发狠 抡起锤子使出十二分力朝门杂趣 随着一声声的敲击 他的力道病率有大得不至一遍 可惜仿道门还是完好无损 这坤霸什么破门这么硬 不会他娘的是银行金库门吧 邓兔霞自闭爆的性格 让他不甘心放过我 又举起锤头一边咱们一边剖口大妈 靠 麻辣隔壁的琴枭 你别像这屋龟一样躲壳里 用本事给老子出来 我非他妈的弄死你 在他的怠惹下 玉林也狠声骂了情 靠 靠 靠你妈的琴枭 你有本玩我老婆 怎么没本事开门了 快开门 恐到脏话的 没有发现 一根锋利的脑键 早已经在高出暗暗瞄准了他们 是哪里好呢 直接抱头 直接弄死岂不是便宜了他 让他在低温与巨痛的双重折磨下 惊恐的死去才是最爽的 说完 不便找他的腿伸一剑 邓兔霞这绝大灰衣量 紧接着一股巨痛便犹如大脑 疼死老子了 怒见 这小子有武器 快跑 玉林健壮 吓得撒头就好 根本不管他死活 邓兔霞此时万分痛苦 他这才意识到被玉林骗了 你妈的鱼林 敢骗老子 这哪是什么手无寸铁的臭小子 完全就是个心狠手辣的狼面 两分半后 邓兔托着血流无质的大腿终于走回了自己家 全部人给老子带上家伙马上过来 尤其是医生 让他带好做手术用的医疗刀具 听见没有 邓兔在区医发起卷调 恶恨很推销的一方好事 快他妈点啊 老子的腿要废了 轻笑 你给老子等着 这愁老子记下了 鸡汗末是将农的第七天 社区停水停电 社会秩序温暖 物资击击溃 咱们为了争夺食物大法出手 此时的绿茶许凛被鸡汗和鸡饿折磨得苦不堪言 灵灵 多亏你聪明没有听信王大妈的鬼话 不然咱们的食物也得打水漂了 丁青青青青之前没有把食物交给王大妈 这几天那些野猪才知道上当了 青青 别高兴得太早 饼干只有最后几袋了 怎么办啊 家里就这点食物 我害怕咱们会饿死 丁青青咬牙下了下 哼 灵灵 要不咱们去向其他男人要点食物吧 就凭你我的姿色 交换些食物肯定不难 许凛无奈的叹了口气 唉 没用的青青 那些业主被王大妈骗过一次后 肯定对食物问题非常凝望了 就算理想公平交易 人家估计也不会愿意的 况且现在这么冷 谁还有做那个事的心思 丁青青的脑海领悟不思索 忽然她脸色一息 对啊 灵灵 你怎么把秦潇这个甜狗给忘了 许凌翔也不想变拒绝了 不行 上次我又不是没去找过她 可秦潇的态度你也看见了 故意拍照片诱惑我 但又不给我吃 当时许凌气的不行 还跟丁青青说 必须冷落我一阵子 迟早让对方哭着来挽回她 要是她现在放下女神架子 主动去找我 岂不是这段时间做的努力都打水漂了 丁青青忍不住抱怨道 哼 都什么时候了还装矜持呢 咱们都快热死了 你想当女神的话 也得先填饱肚子吧 秦潇家里囤了那么多的食物 只要你主动去跟她是好 稍微撒撒叫她 不就把食物大把大把的送来了吗 丁青青费尽心思的劝着徐灵 要不是考虑到秦潇喜欢的是自己闺蜜 她自己都想倒贴上去了 听到这些 徐灵明显是动了念头 好吧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么我就去试试 加油 态度要好点 一定要把希望给到她 这样才可以让秦潇心甘情愿的为咱们索取 说吧 徐灵便给我打来了电话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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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人 这个你的是谁啊 一个死绿茶罢了 哎呀 秦潇哥哥这么长时间没有联系 人家好想你啊 你怎么也不主动来找人家呢 哼 这两天哥哥又是在忙 是吗 秦潇哥哥在忙什么事情呀 能不能跟人家讲讲呢 没什么 也就是在忙着品尝其他国家的美食罢了 翻想看看哪裹的菜最美味 可惜肚子吃的太饱 想继续吃都吃不下 嗯 听到这话许凌不由于了 顿时给她整破灰了 什么 忙着品尝其他国家的美食 还吃到撑了 骗鬼呢 哎呀 秦潇哥哥哥 你就别逗我开心了 你肯定是在吃肉罐头和泡面吧 人家也想吃 嘿嘿 你不信呀 那开个视频给你看看吧 看到这一遍 是 我正经的等大年纪 满脸不可置信 看到他脸上几乎扭曲的对不起 我心里还是肠快 差点就想出了生爱 哎呀 秦潇哥哥 人家肚子也饿了 这次就给你一个请人家吃饭的机会 你不要把握住呀 吃完饭了 咱们还可以做一些饭后运动 还有我 还有我 我们两个可以一起陪你做运动呢 看着对方 你浮夸悄无比 人君彩蝎的模样 我忍不住心里一阵冷笑 想起他之前做过的事 瞬间感觉很心 不需要 听到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他 许玲不又瞪大眼睛 似乎听到了什么不可置信的事情一样 我 我都白给了 你竟然还拒绝 秦潇你是认真的吗 我知道了 你一定是在生我的气队不顿 人家这么久没理你 你一定很孤独吧 我以后注意好不好 谁生一气 你赔吗 还有谁说我孤独吧 我有人赔呢 哎呀 主人 你好讨厌 听到女人的声音 许玲基了 许 他是谁啊 你怎么可以让别人进你的家呢 我讨厌有其他女人在 你让他立马滚出屋子 我想让谁进来怪你屁事 此话一出许玲顿时愣住了 自己被骂了 还是在闺蜜面前 被一个他自认为的甜狗骂 秦潇 你竟然骂我 你到底是怎么了 要知道在以前他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算无缘无故的向我发脾气 我都会嬉皮笑脸的逗他开心 又是送你无忧事情吃饭的 从不跟他生气 而现在我好像完全不过他的感受 他只不过是说话声音大了 你就被我劈头盖了一份仇吧 爹 肯定是那狐狸精把他勾走了 许玲几出几滴眼泪 泪水汪汪的 秦潇 你不要被那个狐狸精骗了 你最爱的女人不是我吗 肉体的吸引只是一时的 灵魂的喜欢才能长久 不愧作为一名顶级绿茶 可以随时随地的进入状态 开始表演技也是一门必修课 之前 你就靠着这招装可怜骗了不少男人吧 许玲 你不会以为我以前喜欢你吧 可能你理解错了 送礼物请吃饭 我并不是只对你做过 你不要自作多情 我只是在广撒网而已 你只是我众多备胎当中的一个骂了 怎么可能 我不信 秦潇你一定在不说八道 你是在故意气我 从前 他一直把我当成一个可以随便使唤的舔狗 而现在 我却告诉他 不好意思 你才是我的备胎 这对于许玲这名差异大师来说 无疑是种巨大的打击 你真以为我不知道吗 你知道你在那些富二代圈子里是怎么说的吗 是公交车 是公共插座 抱歉 我可不喜欢搞破鞋 说完 我没给你放反应的机会 立马就把电话给挂了 秦潇 你就是个丝舔狗 既然敢这么骂我 我直早要闯进你家里 让你哭着跪下舔我的脚 利勇 你刚才配合得很好 想要什么脚 我可以满足 主人 人家这次想在上面